开始 男主就寻扑街的吗 这个男主就是刚开始就准备上天台寻扑街 走到一半时 钥匙突然掉在地上 整个楼道发出一声钉 男主回到看了一眼钥匙 自言自语说道 算了 反正也不会再用到了 静止走上了天台 男主叫曹小猛 26岁 回想着三年前和老同学来这个城市创业 结果公司刚刚要好起来 就被老同学卷走了所有财产 看着城市的灯光 曹小猛不自觉的羡慕了起来 自己的家在里面该有多好呀 被老同学欺骗过后 小猛在家里面宅了一个月 和外界彻底隔离 直到今天 小猛爬上天台准备一了白了 看着大楼下面 小猛毅然决然的跳了下去 心想终于可以解脱了 随着通的一声 小猛摔到了地面 可是突然发现自己没有扑街 心想这么高跳下来都没事 我特么的是多失败 连扑街都不成 正在思考中 突然闻到了血腥味 心想自己连伤口都没有 这血应该不是自己的 那这个血是谁的 正在疑惑之际 一个声音吸引了小猛的注意 转头看去 这个人是在干嘛呀 此时 丧尸在地上嗷嗷嗷的叫着 直接把小猛吓得转头就跑 边跑边想 刚刚的是丧尸吗 这怎么可能 这里是死后的世界吗 小猛朝着光的镜头就跑去 跑到镜头看到一堆丧尸 在街上游荡着 心想不过是在家待了一个月 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呀 正在环顾着 发现小胖朝着他这边跑来 可是半路就被丧尸给扑接了 小猛此时非常恐惧 全身忐忑地说到他们 真的在吃人 转头就继续跑 一声雷声轰鸣 把小猛的眼光吸引过去 看到一个女丧尸待在中间 心想那只丧尸 怎么和别的不一样 突然女丧尸狂吼 朝着小猛就冲了过去 你见过宅在家里面一个月 外面世界的人都变成了丧尸吗 话说上级一个女丧尸见到小猛 直接就猛扑过来 此时小猛惊慌地说道 这么远都能发现我 赶紧就是一个猛扑躲闪 躲过了女丧尸的扑咬 但女丧尸速度极快 以1.5赫兹的速度冲了上来 可是却找到不到小猛 左顾右盼寻找着小猛 而此时的小猛症躲在门后面 喘着粗气 满脸流着汗水 心想幸好自己跑得快 要不然就死定了 但刚刚放下心来 就被女丧尸发现了 转头就跑 可是在逃跑的道路中 越来越多的丧尸闻声 跟了过来 边跑边骂着 他喵的 怎么到处都是 小猛症顺着楼梯跑上去 却听到砰的一声 楼梯上的大门 被女丧尸踢出一个大洞 小猛看到后 愣在楼梯中间 心想自己虽然想跳楼扑街 但是被丧尸慢慢吃掉 可不想 然而 此时的小猛丧尸 被前后夹击 顿时绝望 自己被老同学卷钱 赶走的那段 过往涌上心头 我可不想被丧尸吃掉 可丧尸可不等他回忆 直接扑了上来就 要吃掉小猛 而小猛却燃起了 想要活下去的坚定意志 怒吼着 都给老子闪开 我绝不会死在这儿 继续朝着楼梯 上方冲去 但女丧尸 此刻也到了 依旧是那样的杀不住车 女丧尸两眼红光一现 双手指甲一伸 朝着小猛就冲去 女丧尸正在下手之际 一声系统激活的声音 在小猛脑子响起 你见过丧尸 正准备攻击人时 这个人的脑子 突然系统声响起吗 话说上级女丧尸 正准备攻击小猛时 小猛脑中 一道系统激活的声音响起 女丧尸的攻击直接打偏 小猛心想 这是怎么回事 然而 系统直接出现提示 你是否雇佣该员工 也就是女丧尸 小猛心里还在疑惑之际 楼下的丧尸 就嗷嗷地冲了上来 小猛也顾不上了 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 大吼一声 就点击确认录用 此时女丧尸起了应急反应 哭嚎着 随着系统一声员工录用成功 一道光芒进入女丧尸身体中 周围的颜色都产生了变化 小猛对着女丧尸说道 干掉他们 女丧尸速度极快 嗷的一声 直接到一个丧尸面前 一个高抬腿就劈了下去 女丧尸此时就像是一个魔王 对着这一片的丧尸 就展开了单方面的屠杀 此刻 小猛也是看呆了 不觉感叹到好 好强 正在小猛感叹 谢天谢地命保住了 系统的提示声再次响起 任务完成 开始结算奖励 小猛获得了一个背包 和一次抽奖机会 里面不仅有水和食物 还有武器 小猛此时看到了抽奖系统 正在疑惑 到底要不要抽食 心里面一横 都世界末日了 再坏能坏到什么样子 毕然点击了确定 你见过抽奖系统的奖品 是女丧尸的记忆碎片吗 话说上 吉小猛点击抽奖系统后 得到的奖品 却是自己女丧尸员工的记忆碎片 小猛看着这个 像水晶一样的记忆碎片 疑惑着这个记忆碎片 是用来干嘛的呢 该怎么使用呢 正在想着怎么使用时 水晶爆出一道光芒 直接把小猛笼罩住 小猛艰难的睁开了双眼 看到了女丧尸的生前 原来女丧尸 生前是一家房产公司的员工 女丧尸名叫故小鱼 是一个从乡下来到城市的 一个女孩子 每天兢兢业业的为公司工作 对待生活积极乐观 梦想着有一天能在这个城市 拥有自己的房子 拥有属于自己的家 光芒退去 小猛退出了女丧尸的生前事件 这时提示声响起 帮助顾小鱼找回发簪 并要回剩余工资 奖励员工企业忠诚度二十 小猛随后带着女丧尸 来到她生前所在的公司 看到女丧尸那样的残暴 小猛感叹道 幸好是我这边的员工 要不然自己就是那些丧尸了 来到女丧尸的工位 找到了她生前的发簪 而此时的女丧尸 已经杀疯了 各种丧尸被她扔飞 忽然间她看到小猛手上的发簪 眼睛冒起红光 看向小猛 系统提示 员工忠诚度过低 可能会引起员工的无差别攻击 小猛听到魂都被吓跑了 转头就想开门跑 关上门后 只听见女丧尸 疯狂敲进门的声音 而且声音越来越大 门 眼看着就要挡不住了 心想自己得赶紧完成任务 要不然 自己要变成她的食物了 然而 小猛正疑获工资 要上哪里找时 转头看见女丧尸的老板 顿时头皮发麻 你见过这么贪财的老板吗 都变成丧尸了 都还在数钱 话说上 吉小猛转头看见 丧尸老板头皮发麻 可是见到丧尸老板 好像看不见自己 于是胆子就大了起来 赶紧想 拿走丧尸老板 窃女丧尸的钱 正要伸手拿钱时 直接啪的一声 丧尸老板 把小猛的手按在桌子上 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小猛 小猛此时慌了 撞着胆子 朝着丧尸老板吼道 就这么不肯放手吗 丧尸老板 只顾嗷嗷的叫着 小猛后退一步 左手拿着系统 上次给的武器 心一狠 直接就劈了下去 丧尸老板的左手 瞬间断掉 小猛准备再接再利 一刀把丧尸老板搞定时 丧尸老板却躲开了 直接朝着小猛扑了上来 小猛被压在地上 奋力的反抗着 可丧尸老板 哪里让你继续反抗 直接就朝着小猛 咬了下来 紧急关头 小猛看到 散落在地上的钱 抓着就往空中抛 丧尸老板果然 是才如命 见到钱 直接转头就去捡 眼睛里面都是钱 小猛看准时机 捡起武器 就朝着丧尸老板的菊花砍去 丧尸老板一声嗷嗷 就被小猛砍成两边 小猛到女丧尸的 发簪和工资后 一刀到阳光透过乌云 照射到他们所在的大楼 女丧尸的情绪 也逐渐温和下来 迎着太阳光站着 竟然笑了 就这样一人一丧尸一系统 在丧尸世界开始了创业生涯 你见过 在全是丧尸的世界 进行创业的人吗 话说上 急小猛准备在丧尸世界招募团队 准备创业 一人一丧尸一系统 在丧尸横行 正在他们打得挺欢时 系统谈出任务 储存物质 收集食物和水个五十份 于是他们来到了 并多多超市 准备进去搜寻一番物资 小猛喊着小鱼走 但是小鱼却不知所动 走路也与平常不同 一人一丧尸 进入了并多多超市 开始了末日大福利 享受着不花钱的购物 一进入超市 一堆丧尸在超市里面嚎叫着 但是有小鱼一直在清理丧尸 小猛大摇大摆地逛着超市 可是逛着逛着小猛 忽然感到不对劲 心想 今天的小鱼 怎么下手这么轻 之前动手都是血腥画面 今天变得这么温和 随着丧尸 被小鱼踢倒在货柜 一盒盒午餐肉飞了出来 小猛看到顿时 眼睛冒起星星 看着地上的午餐肉 口水流了一哈喇 转头看见小鱼 是发现小鱼竟然在哭 赶紧想上前查看 出现什么状况时 突然被旁边的丧尸 抓住小腿 头上冷汗冒出 然而更可怕的是 刚刚被小鱼攻击的丧尸 全都没死 都朝着小猛走过来了 小猛转头就拉着小鱼跑 边跑边询问系统 小鱼的状况 系统回复道 员工顾小鱼出现饥饿状态 身体机能正在逐步下降中 此时小猛慌了 你见过这么大的章鱼丧尸吗 话说上 急小猛被人挟持 在挣脱绳索过程中 丧尸章鱼冒了出来 见到人类就直接一口吃掉 小猛看到这个画面 此时心慌了 汗水不断从额头的往下流 然而刚刚的那个胖子 就要打开门逃跑时 被小猛吃喝着 白吃 别打开门 殊不知这扇门后面 都是刚刚在超市追击小猛的丧尸 验证了那句话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于是丧尸们统统都从那桑门进来了 这时小猛遭受腹背受敌 前有丧尸章鱼 后有一群丧尸 小猛眼看着就要承受不住两面夹击 被称为丧尸的食物时 系统弹出信息 检测到业务有风险 即将为宿主开启协同工作模式 于是冒出一段红光 将小猛和小鱼连接起来了 协同模式似乎把小鱼的能力 通过红线输入给小猛 即参数同步化 小猛此时瞬间起飞 轻轻松松就将一个丧尸击飞了出去 后面只听见一声搜 一声刷又有一个丧尸被解决 后面小猛轻轻松松解决了在场的丧尸 此时的小鱼也吃到了系统制作的食物 恢复了体力 直接一脚就踩爆一个丧尸 小猛赶紧上前询问着 但是小鱼只是一个丧尸 没有语言功能 只顾吃着包子 此时的场上只剩下章鱼丧尸了 一人一丧尸面对章鱼怪就冲了上去 小猛和小鱼在不停地躲闪章鱼的触手 小猛朝着小鱼下达指令 干掉它 章鱼丧尸瞬间被解决 我弱弱地问一句 这就是男主的光环吗 刚刚幸存下来的两人面面相须 实在是太强了 幸好没和我们计较 小猛完成任务 于是准备离开超市 但是这时 刚刚那个女孩追了出来 我和小赵两个人 大概没办法在这种环境下活下去 希望曹先生能不能带上我们 小猛直接回绝道 我绝不会和曾经拿着刀指着我的人同行 在临走时给了两人一袋食物 便带着小鱼离开了 在路上时 忽然想到这次完成任务 得到了一个抽奖机会 于是启动了抽奖系统 小猛满怀目光地盯着抽奖页面 结果抽到了油条和豆浆 你见过抽奖 抽到油条和豆浆的吗 话说上集小猛点击抽奖系统 抽到油条和豆浆 小鱼在旁边看着 眼神直勾勾地盯着 原来这个是小鱼生前最喜爱的食物 看着小鱼可怜巴巴的眼神 天 丧尸竟然可以这么可爱 小猛无奈给了小鱼 小鱼吃到油条和豆浆后 系统提示小鱼解锁了一个技能槽 需要从狂暴战神 不灭战神 怒雷战神 这三个中选择一个 并且每个技能可以测试一次 测试结束后就可以保留技能 于是小猛带着小鱼来到丧尸聚集较多的地方 看着满地的丧尸 小猛躲上集装箱说道 系统测试第一个技能 怒雷战神 此时小鱼速度极快 直接一声 搜 一声啪 凌空一步 左手汇聚一道雷电之力 朝着丧尸就轰击而去 仅仅用了一拳 广场上面的丧尸就被一扫而光 此时的小鱼就向雷神下凡 周围的雷电充斥着整个广场 小猛震惊不已 迫不及待就想要测试下一个技能 不灭战神 此时的小鱼一声乌啊 周围丧尸纷纷看向小鱼 似乎是在嘲讽这些丧尸 身上的伤口也逐渐愈合 一个丧尸承受不住 直接瘫倒在地 小猛看着越来越兴奋 迫不及待发动第三个技能 狂暴战神 只见此时的小鱼周围一片血红 面无表情 双手指甲锋利无比 犹如魔神将士 直接冲向丧尸群 所到之处 一片狼藉 小猛感叹道 好强 但此时的小鱼好像越发上瘾 根本就停不下来 周围只见丧尸在空中飞着 然而就在这时 一声喷 一个丧尸直接被抱了头 小猛疑惑着回头看见 一个身体长有骨刺的女丧尸 直勾勾地盯着他们 你见过长着骨刺的女丧尸吗 只见一声搜 一声刷 小鱼就朝着骨刺女丧尸冲了上去 直接一个右抬腿 狠狠地朝着骨刺女丧尸踢去 此时的小鱼是属于狂暴战神状态下的 但是这一击却被骨刺女丧尸轻松挡下来了 小猛看到不禁感叹道 这家伙和之前遇到的所有丧尸都完全不同 看着狂暴战神状态下的小鱼和骨刺女丧尸不分上下 此时小猛慌了 心想要是狂暴模式消退 都还击败不了骨刺女丧尸的话 那自己可能就麻烦了 想到这些 小猛立刻启动协调模式 将小鱼的能力传导给自己 并朝着小鱼说道 小鱼 撤退 直接就开启了跑路 但是骨刺女丧尸紧追不舍 一直跟在小猛后面 突然小猛前面冒出一个身影 小猛以为是丧尸 直接起飞 左手就要拔刀 朝着身影就是一刀 幸好身影及时开口说话 小猛靠近后发现搜活人 差点就收不住自己两米长的大砍刀 此时小胖慌了 朝着小猛说道 你冷静点 别这么慌张 但此时骨刺女丧尸到了 小胖看到后 整个脸直接黑了下来 转头就跑 小猛调侃道 说好的不慌张呢 有本事你别跑啊 小胖却耸了说道 那可是变异丧尸 完全 咱们都得死在这 就在骨刺女丧尸的追击下 两人一丧尸跑到了一个死胡同 后面骨刺女丧尸也追击到了 小鱼看到后 直接冲上去与骨刺女丧尸对峙 俩看到后汗水直流 想到小鱼打不赢骨刺女丧尸 得赶紧想方法 这时小猛忽然闻到小胖身上的汽油 对着小胖说道 胖子 包给我 小胖还在疑惑为什么 小猛直接说道 别废话了 想活命就把包给我 小胖听到可以活命 赶紧把包递给小猛 小猛拿起背包 喊着小鱼回来 然后奋力一甩 只听见嗖的一声 背包飞到骨刺女丧尸面前 骨刺女丧尸朝着背包就是一招 书包的汽油都凌落在女丧尸身上 女丧尸此时站在原地呆住了 小猛直接甩出一个打火机 随着轰的一声 骨刺女丧尸逐渐消失在活海里 你见过这么好看的女丧尸吗 话说上级骨刺女丧尸 消失在活海里 小猛 小鱼 胖子死里逃生 但这时胖子郁闷了 心想逃是逃出来了 但我怎么交差呀 正在这时候 系统弹出任务 完成一百份委托任务 转头听见胖子在自言自语 小猛两眼冒心 赶紧凑上去问他 你要不要雇佣我 于是 小猛跟着胖子 来到了他们所在的营地 却在营地入口 被众人围了起来 经过胖子的一通解释 把小猛他们带去见了营地老大 在路上 小猛心生疑惑地说道 你们营地怎么会这么干净整洁有序 带头的老李听到后 对着自己的老大 就是一通夸赞 那是因为我们首领厉害 能把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 随着咖的一声 众人来到顶楼 见到了正在训练的营地首领 他此时正在训练三人与丧尸实战 不断地重复着说道 好好想想 丧尸的特性是什么 迫于内心压力大声地说道 第一 丧尸怕光 阳光或者强光下会行动迟缓 第二 丧尸对声音敏感 首领接着说道 第三 给我打抱他们 但他们三人听到 也只是颤颤巍巍地回复道 尊尊命 老李子时向首领报告道 首领 大舟回来了 首领侧头直问胖子 咱俩拿到了吗 胖子颤颤巍巍地回复道 没没得到 此时首领怒了 那你还敢回来 整个脸阴沉下来 你承诺过三次 我也给了你三次机会 结果呢 今晚之前给我滚出营地 还有这两个家伙 一起滚 小猛赶紧回答道 先别急着赶人了 我们可是来做生意的 听到生意 首领瞬间大笑起来 骄傲地说到 我们这里有居住地 食物 水 药 战士 医疗设施 而你们只有两个人 居然说来和我做买卖 别逗我了 就在此时 咚的一声 刚刚的丧尸挣脱了绳索 朝着刚刚的三人就冲了过来 他们直接转头就跑 大喊着首领 救命啊 小猛此时想摆一打 轻声说到小 小鱼起飞 直接三下五除二 瞬间解决掉 小猛于是 开启了装某时刻 你们需要多少燃料 我可以帮助你们 而且只多不少 报酬就是让我们留在营地 你见过这么帅的妹子吗 话说上 吉小猛与营地首领达成同盟 立马接到了一个小男孩 王瑞委托的任务 去一打百货的游乐场 一打百货的游乐场 是著名的丧尸朝鲜 但是小猛心想为了能在基地做生意 也只能陪着小鬼走一趟了 正走路上时 一个丧尸朝着他们猛扑过来 小猛喊道 小鬼 到我身边来 可谁曾想 丧尸还没到他们身边 就被王瑞一锤子 直接扑街 小猛心里也是一惊 这小鬼这么强吗 看样子是在基地有练过 王瑞直接回复道 大叔 我不叫小鬼 我叫王瑞 我去商场是为了找我爸爸 我去商场只是去确认一下 他有没有变成丧尸 如果有 那我就把他送去天堂 这时系统谈出任务窗口 任务变更 协助顾客击杀目标 这时 王瑞与爸爸的回忆过往涌上心头 曾经自己的爸爸 是那么的乐观开朗 并在不断用自己的笑容影响身边的人 如果爸爸他变成丧尸 一定无法原谅 自己变成吃人的怪物的 所以我必须来到百货商场 走着走着 小猛心声一惑道 好奇怪 为什么都走到三楼了 却连一只丧尸都没有 突然一声嘶嘶嘶 一个由众多人构成的丧尸 出现在小猛面前 下面的人构成了一辆车 上面紫色丧尸手握方向盘 驾驶着这辆人行车 只听见紫色丧尸一声嗷 附近沉睡的丧尸 纷纷起身站了起来 眼睛冒着红光一直叫着 然后朝着小猛他们猛扑过去 小猛赶紧叫小鱼准备防守 只见小鱼碰的一声 直接朝着丧尸群飞奔而去 盯上紫色丧尸 一声唰 直接朝着紫色丧尸 凌空一脚 只见人行丧尸车 直接分成两半 此时紫色丧尸怒了 微动大手就朝着小鱼砸去 整个三楼只听见 哼 龙的声响 整个楼道被灰尘所淹没 随着灰尘散去 王瑞的爸爸带着布偶出现了 你见过带着熊熊头套的丧尸吗 话说上集 王瑞看见他爸爸后 整个人呆置住了 小蒙想要带着王瑞 先藏起来 可是王瑞毅然决然地说道 不 你快去救小鱼姐姐 我必须和爸爸做个了结 小蒙还想说些什么的 看着王瑞的毅然决然的态度 转口道 那交给你了 小蒙转头爬上废墟去救小鱼了 心里面不得不佩服 王瑞是一个了不起的小鬼 另一边 小鱼被一群丧尸围攻 打得相当惨烈 尽管小鱼一脚带走一个丧尸 奈何丧尸太多 前扑后继地朝着小鱼猛扑过来 眼看着就要被丧尸所淹没 发出痛苦的声音 这时小蒙大声喊道 往上面打 顾小鱼 只听见通的一声 刚刚围过来的丧尸 都被小鱼一拳击飞 眼见着小鱼脱离危险 小蒙跳到小鱼身边 对着小鱼说道 小鱼你去牵制胖子 我来处理小的 随后小蒙开启狂暴战神 和协同工作模式 小鱼此刻被红光所包围着 犹如沙神下世 另一边 王瑞正在慢慢寻找着自己父亲 心里面想 如果爸爸还活着就带他离开 如果爸爸变成丧尸 就结果他 爸爸那样开朗乐观的人 是不会原谅自己 变成痴人的丧尸的 忽然间听见 呜呜的声音 王瑞赶紧躲在柱子后面 看准时机刚想进宫时 啪的一声 自己的脚腕 被一个丧尸拉住 直接摔了一个跟斗 这时他爸爸发现了这边的动静 而王瑞还在疯狂攻击刚刚的丧尸 完全不顾他爸爸 转头才是发觉自己 被发现了 心想这下完蛋了 话说上集 王瑞疯狂攻击 拉住他脚腕的丧尸 结果声音太大 被他变成丧尸的爸爸发现了 只见这时 头套掉了下来 丧尸爸爸嘶吼着 就要朝着王瑞咬去 王瑞朝着丧尸 爸爸大喊着 别别过来呀 紧要关头 直接闭上眼睛 喊了一声 爸爸 这时嘶吼声停了 王瑞缓慢地睁开眼睛 两人四目相对 变成丧尸的爸爸竟然笑了 王瑞感到非常的震惊 脑子不断浮现出 和爸爸谈话 当时还在和爸爸谈论 假如末日真的来临了 该如何选择 回想起爸爸说的话 牙一咬 挥着武器 就朝着爸爸砸去 只见此时 王瑞的变成丧尸的爸爸 和生前的笑容一模一样 随着轰的一声 爸爸彻底地离开了 另一边 小猛正在和紫色丧尸进行打斗 此时紫色丧尸 直接一个飘逸过来 随后嗷的一声 人行丧尸车 直接汇集湿气 一口直接朝着小猛喷射出 小猛一个侧扑 躲过了湿气攻击 紫色丧尸 继续驾驶着丧尸车汇集能量 朝着小猛连续攻击 忽然间小猛想到 车如果没有了驾驶员 那么车也就报废了 想到这点 小猛呼叫小鱼 瞄准紫色丧尸的头全力一击 小鱼从紫色丧尸后面腾空而起 朝着紫色丧尸脑袋 就是一脚 轰的一声 犹如放烟花一般 整个人行车 噼里啪啦的炸开 随着最后喷的一声 人行丧尸车 消失在了这世间 随后 小猛背着小鱼 带着小猛回到了营地 假如你的亲人变成了丧尸 你会不会像王瑞这样做呢 小猛自从帮助王瑞完成心愿之后 便成功的在这个营地扎根下来了 也因为委托任务 逐渐和营地里的人熟悉起来 王瑞也因为那次任务后 将自己最爱的玩具当成报酬 拿给了小猛 小猛做这些事情 并不期盼能有什么报酬 只想要系统给的积分 可谁曾想 系统直接一道光柱 将王瑞的玩具收走 并奖励小猛二十积分 小猛后面了解到 原来是委托人将重要的东西 作为报酬送给自己的话 他就会化为积分 于是后面 小猛向委托人 索要各种对于他们的重要之物 关系也是日益融洽 但今晚天空的一道雷电 打破了瓶颈 众人正在疑惑之际 女首领表情民重地打开门 对着众人说道 全部给我起来 立马开始分配作战任务 小猛一连猛 疑惑地问道 这是怎么了 突然就戒备起来了 女首领淡淡说一句 失朝就要来了 小猛满脸轻松地道 那需不需要委托 我帮你们防守 女首领回答道 好啊 不过报酬可没多少 但此时的小猛心想 反正有系统奖励 这委托任务再难 又能难到哪里去 可是这是系统弹出显示 此次任务难度为S级 小猛两眼看到时 整个人要疯掉了 回想 上次的B级任务 都要把自己累趴了 现在S级不得去送命吗 随着雷声越来越大 此时的小猛 正在和老李聊天 从老李的口中得知 之前的营地首领叫做炎基 但是在半个月前的 那个雨天死了 而送他走的 就是现在的首领孟迭 老李继续回忆道 那天我们收到来 无信念求救 于是我们当时的首领 炎基 带着我们前去营救幸存者 那也是我们第一次 在下雨天行动 但是完全没有想到 会引起丧尸躁动 炎基和孟迭当时想法不统一 孟迭对炎基说道 我就说了 别出来 如果损失人员 整个营地都会完蛋 但炎基却很执意 无所谓了 反正都救出来了 但逃回营地 不就等于多了好些人吗 就在这时周围涌现出丧尸 炎基静止就冲了上去 光手只将朝着丧尸一顿输出 而一个丧尸从他的后面 向他猛扑过来 炎基一个侧身直接躲过 绳子一甩 一套流成形如水 直接把丧尸梦不接 可是还是有源源不断的丧尸 朝着他们冲了上来 随后炎基朝着众人说道 走 众人火速向前奔跑 可是没想到 突然一根铁棍朝着炎基射去 一个变异丧尸 直接挡在了炎基面前 变异丧尸长着獠牙 目入胸光的看着炎基 炎基顿感不妙 朝着孟迪说道 孟迪 你们先走 不然都得死 孟迪看着炎基若有所思 像是做出了什么决定 朝着老李说道 老李先带他们走 于是老李立马开车前去 和另一批人会合 当老李再次赶到港口 接应他们二人时 只有孟迪一人上了车 老李还想询问炎基人在何处时 丧尸疯狂的朝着车攻击 孟迪眼神呆滞了一下 平静的说道 他被我杀了 你见过长着骨刺的丧尸吗 结果被他反杀 自己没能出来质疑孟迪 现在感到非常的愧疚 但是炎基不在了 最适合领导营地的人 就剩下孟迪了 却在二人聊天时 外面的雨滴伴随着 雷声越来越大 附近的丧尸朝着营地聚集 也越来越多 突然一道闪电 从天空击中一个丧尸 丧尸开始逐渐暴动 小孟听到动静 意识到丧尸潮要开始了 另一边首领孟迪 正在分配防御任务 可是还没等他布置完 戏区的丧尸就爬上了窗台 而西区后面还有许多丧尸 在陆续盆登上来 这时的东区丧尸也爬了上来 朝着众人嘶吼着 小鱼哪里看着惯 一脚就朝着丧尸踢了上去 狠狠砸在丧尸脸上 老李看到小鱼这么猛 人生问道 小孟你这女朋友哪找的 也太厉害了吧 小孟害羞回答道 他以前练三打的 还有他不是我女朋友 此时戏区情况比较严重 孟杰带着小吴等人赶往西区 留着牢里在东区指挥 一个丧尸突然朝着牢里扑了过来 却被小某一脚解决掉了 爬上来的丧尸不断地朝着两人重去 在西区 丧尸已经突破了三楼入口的防线 防守的众人在四处逃窜 孟杰和牢里到达西区后 立马重新建立防线 分力地在击杀丧尸 奈何丧尸数量太多 西区窗户纷纷被丧尸破窗而入 孟杰马上想到把所有的灯打开 因为丧尸在抢光下 行动比较迟缓 西区孟杰继续带着众人在苦战丧尸 而东区随着卡的一身 一个长着骨刺的变异丧尸爬上了窗台 朝着众人嘶吼着 丧尸人力资源市场你见过吗 话说上级骨刺丧尸朝着他们嘶吼着 没等小某反应过来 就直接朝着他们冲了过来 骨刺丧尸的力爪 马上就要落在小某脸上尸 直接被小某挡了下来 小某暗自信心 好险 而在另一边的孟杰众人 却没有这样的幸运了 这边骨刺丧尸的攻击 是以小吴的生命作为代价 喜剧的众人见状敌不过骨刺丧尸 于是撤退到楼上 这也是他们最后的防线了 老人幼童都在这里 孟杰还在紧张的安排防御工作 清点了一下人数发现 还剩下九个战士 四个后勤 孟杰心里不禁感叹道 人数有点少 后面怎么防御丧失的进攻 正在这时 王瑞朝着 闹着说要去给小吴哥哥报仇 我们不下去 难道就躲在这里等死吗 王瑞的话音未落 只听见门口狂的一声 众人的神经顿时紧盆了起来 在东区 小某正在思考着 自己和小鱼离开的事情 可是内心却想自己离开了 这些人怎么办呢 正在思考中 小某想到了系统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心 随后点击解锁新的员工岗位 看看能不能在附近招募一个员工 系统在疯狂的搜索夹载中 小某看到资料后 露出吃惊的表情 你们猜猜小某看到了什么 你见过这样的美女丧尸吗 话说上级小某却打开了系统的丧尸人力资源市场 看到了严姬的照片出现 感到非常的震惊 随后便与孟迪交代了一番事宜 准备前往集装箱港口寻找严姬 小某离开不到一会 丧尸撞门的声音越来越大 突然随着卡的一声 一只丧尸手臂破门而入 疯狂的想要撕开门 孟迪见状赶紧吼道 群体注意 防守开始 丧尸撕开门后 直接朝着小某猛扑过去 手掌刚要靠近小某时 直接被小某反手一掌 直接裂成两半 随后开启狂炮战神模式 另一边的小某前往集装箱港口寻找严姬 在一路碰到的丧尸极少 想着该如何收服这个新员工 像之前顾小某那样靠系统直接通过 应该不会有第二次了 小某刚刚担心要是再碰上老李说的 那个变异丧尸时 自己可能要被混合双打了时 那个变异丧尸就出现在小某身后 小某忽然感觉后面一凉 转头看向身后 变异丧尸就通了一声 朝着小某拱去 小某通控直接放大 惊慌地用手中的武器防御着 可没曾想 这一击直接把武器折成两半 喷了一声 小某被狠狠地与集装箱来了一个亲密接触 变异丧尸正准备给小某来致命一击时 演技出现了 直接把变异丧尸一脚踹向地面 随后便于变异丧尸沉斗了起来 小某在旁边看得一眼猛 疑惑道 这怎么就打起来了 但演技在随后的打斗中逐渐落了下风 被变异丧尸抓住腿后 狠狠地被砸向地面 变异丧尸疯狂地吸收着演技的尸气来恢复伤势 当你发现你日四夜响的妻儿变成丧尸了 你会怎么做 话说上期演技被变异丧尸压制 小某看到这一幕 脑子在疯狂地思考着 我该怎么办 我该逃跑还是出手救下演技 千军一发之气 脑中浮现出小鱼的画面 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拿着改装过的强光剑筒 朝着疗牙丧尸大吼一声小可爱 给我看这儿 疗牙丧尸受到小某声音的吸引 挡着光转过头去看向小某 直见疗牙丧尸目入雄光 直接起身朝着小某猛哭过去 小某此时筒筒放大 心想这下可完了 可是疗牙丧尸还未落地 就听见通的一声 疗牙丧尸直接被钢管刺穿 随着声音寻去 直见炎基身体半弯着 两手拿着钢管 平静地看向疗牙丧尸 随后继续朝着疗牙丧尸猛地扔出 此刻天空中只听见 两声搜的声音和两声通的声音 疗牙丧尸此刻疼得嗷嗷叫 随着最后一根钢管刺向疗牙丧尸 疗牙丧尸直接爆炸成一堆小可爱 小某看着这个画面 心里也产生疑惑 为什么会爆炸 难道因为是变异丧尸 但是来不及他思考 炎基直接跳了下来 站在他的面前 看着眼前的炎基 小某不由地后退一步 当你发现 你日四夜响的妻儿变成丧尸了 你会怎么做 话说上级小某想要收复炎基 可是当炎基站在他的面前时 却颤颤巍巍的 另一边 王瑞和老周两个人 正在艰难地对付丧尸 三个丧尸朝着他们猛不过去 王瑞在他们的身形下 显得格外小个 但是随着一道红光闪过 三个丧尸被瞬间击杀 转头看去 原来是被小鱼所攻击的 但是其中有一个 蓝色丧尸生命力格外顽强 受到这样的攻击都没有倒下 静止朝着小鱼猛扑过来 轰了一声 翻起一片尘埃 随着尘埃散去 只见蓝色丧尸把枪壁打出一个洞 却不见小鱼的身影 而此时的小鱼正负在天花板上 小鱼猛地从上而下攻击 整个楼道只听见轰了一声 王瑞和老欧都在旁边看呆了 老李赶紧过来炫道 别占那犯傻了 小猛走先特意让我们远离战斗中的顾小鱼 忽然老欧猛地指着蓝色丧尸大喊道 老李 这个又站起来了 大山听到直接拿着武器就朝着蓝色丧尸攻击 心想那个小丫头那么厉害 我也不能认说 但是奈何蓝色丧尸比较灵活 每次都躲过了大山的攻击 大山边攻击边喊道 老婆和闺女还在等着我呢 但就是在这句话之后 大山已经变成丧尸的妻子和女儿 从黑暗的楼道中走了出来 大山看到后整个人都呆住了 蓝脸写满着不敢相信这一幕是真的 他的妻子和女儿嗷嗷地朝着他走来 大山此刻脑子全部妻子和女儿身前的画面 自己也静止地走向了 已经变成丧尸的妻子和女儿 你见过穿着西装的丧尸吗 话说上期大山为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甘愿成为他们的食物 老李看见这一幕后大喊着大山 可是就在这时东的一声 一道黑影直接从大山身边闪过 人身上伤痕累累 小鱼缓慢地站起身 眼神看向对面的一群丧尸 而这群丧尸目入胸光地看着小鱼 其中的一个丧尸正准备过去攻击小鱼 却被老李拿着武器堵住了 小鱼艰难地爬起身 用尽全身的力量想去保护众人 可是奈何小鱼伤势太严重 直接倒在了地上 小鱼整个脑子充斥着小猛的声音 我相信你小鱼 这道声音使得小鱼再次爬了起来 独自阻挡在这群丧尸的面前 而这群丧尸朝着小鱼疯狂地叫喊着 小鱼也不甘示弱 也朝着这群丧尸嘶吼着 仿佛这一声嘶吼用尽了小鱼的所有力气 在嘶吼结束后 小鱼静止地倒下了 忽然一双手在后面将小鱼辅住 小鱼睁眼望去 原来是小猛回来了 小猛霸气地对小鱼说道交给老板吧 原来在港口时 小猛劝说眼睛里原来领导的那个营地 现在遭遇了巨大危机 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眼睛却不知所动 手中拿着钢筋就朝着小猛走去 小猛看到后慌得很 心想难道我就要交代在这儿了 眼睛拿着钢筋就朝着小猛辞去 小猛准备闭眼接受这一结果时 却没想到眼睛攻击的是他身后的丧尸 然而这式系统显示眼睛与你达成了临时用功协议 临时用功协议可随时解除 话说上级眼睛与小猛达成了临时用功协议 小猛与眼睛到达营地后 眼睛就开展了猎杀时刻 左手拿着匕首就朝着丧尸飞奔而去 直接奔的一身 一个丧尸直接倒下 老李看着熟悉的面孔 惊讶地问道 你 你是 还没得老李反应过来 小猛直接把小鱼人给老李照顾 并对着老李说道 剩下的交给我和元军吧 老李处于猛圈状态中疑惑的道 元军 刚才那个白发女人吗 可是那个人 还没得老李说出口 旁边的孟迪就搭上话说道 看来你也注意到了 虽然变化有些大 但绝对错不了 他们两人都静止看向严姬 随后同声一口道 他就是严姬 此刻的严姬正在对这一群丧尸 开展单方面的屠杀 一刀一个小可爱 附近的丧尸很快就被严姬清理得干干净净 而小猛在旁边给严姬加油 严姬撇了一眼小猛 觉得小猛像个大梁们一样 附近的丧尸看见严姬如此厉害 仿佛是找到目标了一样 纷纷朝着严姬洗来 严姬淡淡的看向丧尸群 随后通了一身朝着丧尸群冲去 这是系统提示 员工严姬武器大师技能启动 只见一把小匕首出现在严姬手中 严姬拿着匕首就朝着丧尸群冲去 而小猛还在以后 怎么可能只是一把小匕首时 严姬一刀而过 一群丧尸瞬间被分了身 这就是武器大师严姬 话说上级严姬启动武器大师模式 一刀就把一群丧尸分了身 孟迪看着此时的严姬 回想当初在集装箱港口所发生的事情 当时孟迪与严姬摆脱了那只獠牙丧尸 真准备回到基地时 严姬拉住了孟迪 原来严姬的手臂被獠牙丧尸抓伤了 严姬对着孟迪说道 我恐怕回不去了 孟迪真大眼睛看着严姬手上的伤口 立马拉着严姬说道 只要病毒还没扩散应该还有救 你等着 我现在就去找东西救你 严姬淡然的说道 别白费力气了 我清楚自己的情况 你听好了 回去别说我是被丧尸打败的 否则营地的人很可能会失去生存希望 我走了以后 首领这个位置 只有你能胜任 孟迪边听严姬说这边哭着 似乎只有在这一刻自己还能像个小孩一样 后面的日子都需要自己独自面对了 此时在拉巴丧尸的鼓舞下 附近的丧尸疯狂的朝着严姬冲去 只见严姬拿着一块石头 直接朝着冲过来的丧尸砸去 一个丧尸直接与石头来了一个亲密接触 忽然严姬手中出现一个螺丝刀 拿着螺丝刀就朝着冲过来的丧尸扔去 像是穿汤葫芦一样 直接来了一个三连机 小梦看到这一幕 心里面已经只用一把螺丝刀 却刺出这样的距离和威力 真的是太可怕了 话说上级严姬此刻越战越勇 疯狂地朝着袭来的丧尸输出 小梦看到石群都是受到喇叭丧尸的指挥 意识到的先干掉那个喇叭丧尸 于是小梦和梦迪众人负责干掉其余丧尸 严姬则是通的一声朝着喇叭丧尸飞奔而去 一个丧尸只是因为听见声音回了头 看了严姬一眼 头和身体就个笨东西了 附近的丧尸看到了这一幕都呆住了 可是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一道白光闪过 只见此时的严姬腾空在重丧尸的头上 而他下方的丧尸都纷纷去花四溅 搜的一声 直接挑到喇叭丧尸身后 拿着匕首朝着喇叭刺去 直接把喇叭打碎 喇叭丧尸满脸怒气的看向严姬 而严姬此刻拿出了自己身前最擅长的武器 喇叭丧尸见状朝着严姬直接冲了上去 随着一道刺眼的光芒 只见喇叭丧尸被严姬用武器勒住脖子 喷了一声 喇叭丧尸从此消失在人间 严姬头也不回地站着 当然的看着这一切 随着喇叭丧尸被解决 一切都变得很简单了 距离那天晚上也过去两周了 只见老李此刻在安葬同伴 经过那一夜 营地活下来的人连原先 对一半都不到 而且大部分人连完整的身体 都没有找到 由于物资短缺 建筑受损严重 居下的幸存者们决定搬到其他地方去 小蒙也收到委托 在为孟迪众人筹备物资 孟迪也将那天在港口的事情告知了老李 老李也终于卸下了心中的担子 小玉也在昏迷两天后 苏醒了过来 而严姬只从那晚以后 就消失不见了 孟迪众人今天准备前往新营地 他们众人在这丧失世界 又将开启怎样的生活呢 话说上集孟迪 众人准备离开现在的营地 搬到新的营地 而正准备出发时 孟迪还不肯乘车离去 当老李来问道 你还不走 缓慢的转过身回答道 我要在这里等严姬 老李大声斥责道 你开什么玩笑 我们都不知道严姬是不是还在这 你这样等 太危险了 孟迪却倔强的对着老李说道 我已经决定了 不用再说了 而严姬却在不远处 看着两人的争吵 此时小猛出现了 对着严姬说道 都这个时候了 还不打算去见见他们吗 严姬听见声音猛的回头望向小猛 小猛继续说道 不用惊讶 我们的临时协议还没解除 所以我能定位道理 孟迪为了你 背负起了作为首领的巨大责任与痛苦 严姬 去吧 最起码和他们好好道个别 严姬听到小猛说的话思考了许几 终于在小猛的鼓舞下决定去见孟迪一面 此刻的老李和孟迪还在争吵中 孟迪无论无何都要见到严姬才是盆走 老李敢劝不动孟迪 决定陪着孟迪等女鸡 但就在这时 小猛带着严姬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老李还以为严姬是跟着他们一起出发去新营地的 高兴地告知众人 小猛却向众人说道 严姬是来和你们告别的 孟迪众人听到皆是一惊 眼神直勾勾地看着严姬 小猛继续道 严格意义上来说 严姬他已经不能算是人类了 而我是因为某种原因 才是可以和他进行简单沟通 众人听到严姬不是人类 立马恐慌起来 孟迪听见后 这段时间的情感都瞬间倾泻出来了 朝着严姬诉说着这一个月自己的情感 虽然严姬变成丧尸不能说话了 但是依旧用自己的方式去安慰孟迪 孟迪此时直接破防了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朝着严姬就抱了上去 你见过这么好看的丧尸吗 话说上级狼人直接朝着小猛众人攻击而来 小猛见状直接朝着严姬说道 严姬 牵制住他 并朝着小鱼说道 小鱼 你保护他们 我去掩护严姬 可就在这时 小猛被一声咔哒 所吸引 正在有疑惑之际 眼镜哥众人拿着武器就朝着狼人瞄准 而此刻严姬正与狼人在近身肉搏 眼镜哥众人却不顾严姬的安危 直接朝着狼人和严姬就攻击而去 小猛对着眼镜哥众人大叫 很吓 我员工还在前面 可是眼镜哥众人却不听小猛的话 疼得一声 枪声直接响起 眼镜随即反应过来了 转身躲避着眼镜哥众人的攻击 而狼人此刻却不好受了 眼镜哥众人的攻击都落在狼人的身上了 小猛直接和眼镜哥众人吵了起来 我员工在近身站 你是想杀了他吗 眼镜哥却反驳道 我们看着呢 这是火力掩护 小猛直接抱起粗口 他喵的 但小猛转头强牙怒火咬牙道 你们找个地方先躲起来 我曹小猛是有契约精神的人 答应你们要做的事就一定会做到 随后小猛带上小鱼就去追狼人和眼镜了 画面一转 在一处高楼下 直接狼人在疯狂的奔跑着 而在狼人的后面 眼镜在拼命的追击着 狼人见状还甩不掉眼镜 直接拿着车门朝着眼镜就攻击而去 眼镜见状也视不拘 直接单手就接下冲击过来的车门 拿着车门就反手朝着狼人砸去 轰了一身 仿佛这一击夹杂的雷电之力 你见过还没有变成丧尸的眼镜吗 话说上级小猛看到光通男子的举动后 怀疑眼镜以前是恐怖分子 却不知道一只手突然从死人堆里面伸出来 眼镜望着周围看到都是熟悉的面孔 整个人都呆住了 呆呆地看着天空 不知所措 随后眼镜带着一身伤爬出死人堆 整个人目光呆滞 恐怖分子用火焰箱射向死人堆 顿时眼镜身后燃起熊熊大火焰燃起的烟雾 很快就把整个天空遮盖住了 眼镜也侥幸逃了出来 谁都没能想到 为了干掉蛇国恐怖组织而集结的 精英维和部队雪霄 仅仅因为在当地救下的一个遭受暴力的小女孩而近乎全面 更讽刺的是 那个小女孩居然是他们用毒品控制的眼线 这一直接导致了 67人66人牺牲 这就是雪霄的结局 但是也多亏眼镜带回来的情报 狼民顺利完成了斩首行动 整个恐怖组织目前已经瘫痪 也正是这样 上面今天通过了保留雪霄这个部队翻号的请求 燃起此时两眼无神 呆呆地看着面前队友的墓碑 当长官快要离去时 燃起突然出声说道 长官 我希望零能撤销被雪霄翻号的保留 雪霄无法被继承 因为他是属于这里的每一个人 燃起回到雪霄大队所居住的地方 准备用了自己的方式告别雪霄 一个人独自在食堂吃了饭 一个人去浴室洗了一个澡 然后一个人拖着行李走离了雪霄队寝楼 最后来到队长的寝室 对着队长所在的办公中进了一个军礼说道 我顺利带回了情报 并协助完成了剿灭恐怖分子的作战 雪霄任务完成 你敢相信这两个这么仨的女生是丧尸 话说上集看到燃起身前的故事后 发现燃起是一名特战队员 此刻随着回忆消去 燃起此刻呆呆地看着前方 系统提示 以获得支线任务 带燃起前往陈队长家中 小猛看着系统任务 不由的疑惑道 这任务怎么那么简单 确认任务后 小猛带着小鱼 燃起出发前往陈队长家中 随着时间的流逝 小猛已经到达陈队长家附近 可是由于系统没有给出确切地址 一直在陈队长家附近转悠 看到天色已晚 正准备找个地方货业时 疼得一声 吸引众人的目光看去 只见几个人被一群丧尸疯狂的追着 小猛见状 立刻喊小鱼 燃起过去阻止丧尸 小鱼 燃起听见后 直接飞身朝着丧尸群冲去 攻击的动作非常的相似 犹如姐妹花一般 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擅长用手 一个擅长用腿 小鱼和燃起同时朝着丧尸 轰出了最强一击 只见丧尸不停地在空中飞翔 小黄不由地感慨道 他们好强啊 突然小黄看见自己后面冲出一个丧尸 直接朝着自己重来 自己马上就要被撕咬石 轰的一声 小猛拿着武器从上而下 直接把丧尸干掉 小黄见到这一幕 整个人都呆置住了 两眼恐惧地看着小猛诉说着 此刻眼镜哥反应过来了 连忙上前朝着小猛问道 大哥 你愿不愿意送我们一程 小猛想都不想地回头道 哦 好哦 在护送眼镜哥众人回去的路上 小猛听见眼镜哥众人述说着有狼人 而且眼镜哥众人还被他盯上了 小猛听着不由地打去道 说的我都想见识见识了 就在说话的下一秒 一阵急速声吸引小猛的注意 狼人直接朝着众人攻击而来 你见过这么好看的丧尸吗 话说上级狼人直接朝着小猛众人攻击而来 小猛见状直接朝着眼镜说道 眼镜 牵制住他 并朝着小鱼说道 小鱼 你保护他们 我去掩护眼镜 可就在这时 小猛被一声咔哒 所吸引 正在有疑惑之际 眼镜哥众人拿着武器就朝着狼人瞄准 而此刻眼镜正与狼人在近身肉搏 眼镜哥众人却不顾眼镜的安危 直接朝着狼人和眼镜就攻击而去 小猛对着眼镜哥众人大叫 很吓 我员工还在前面 可是眼镜哥众人却不听小猛的话 疼的一声 枪声直接响起 眼镜随即反应过来了 转身躲避着眼镜哥众人的攻击 而狼人此刻却不好受了 眼镜哥众人的攻击都落在狼人的身上了 小猛直接和眼镜哥众人吵了起来 我员工在近身站 你是想杀了他吗 眼镜哥却反驳道 我们看着呢 这是火力掩护 小猛直接抱起粗口 他瞄的 但小猛转头强牙怒火咬牙道 你们找个地方先躲起来 火曹小猛是有契约精神的人 答应你们要做的事就一定会做到 随后小猛带上小鱼就去追狼人和眼镜了 画面一转 在一处高楼下 直接狼人在疯狂的奔跑着 而在狼人的后面 眼镜在拼命的追击着 狼人见状还甩不掉眼镜 直接拿着车门朝着眼镜就攻击而去 眼镜见状也是不拘 直接单手就接下冲击过来的车门 拿着车门就反手朝着狼人砸去 轰了一声 仿佛这一击夹杂着雷电之力 你见过在末世时的人性吗 话说上几年即将一块夹杂着雷电之力的车门砸向狼人 狼人硬生生地用身体接下了这一击 整个身体被瞬间被击飞了出去 但是很快就稳住了身形 最后只听见嗖嗖的几声 狼人便迅速逃离了现场 小猛见状立马说道 他受了伤 肯定在楼内躲起来了 于是小猛众人便冲进了大楼 顺着受人的气味跟踪到了一户人家门口 小猛直接朝着大门一脚踢去 慌了一声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 小猛看着女人和小孩不免心生疑惑 但此刻系统急事声响起 已到达任务地点成长官的家 进屋后 小猛便与女人小黄交谈了起来 原来小黄是从创业园那边的营地逃过来的 那边的营地是一群地痞流氓组建的 小黄原本是和伙伴出来寻找食物 结果被他们抓到了营地 他们把老人全杀了 只留下女人和小孩用来 完了 小黄是趁着前阵子的失朝来临逃出来的 在先有丧尸后有恶徒恶徒的绝境之下 小黄遇到了狼人 而这个狼人是陈长官收养的搜救犬 坦克被丧尸病毒感染后所净化形成的 此刻的坦克在另一个无子呆呆的坐着 这时只见小猛边走进坦克的无子边说着 今天坦克之所以会出现 他在是以为我们遇到困难 想要来十九 坦克每天都在拼命地救人 他凭着曾经的本能 独自背负着这一切 小猛了解到这一切后 不由地感叹道 坦克和我们这的某一个真相啊 突然一声放开我 打破了此时的平静 小猛立刻冲出去问道 出什么事了 却看到眼镜格拿着手枪对着小黄 一见过在末世的世界里 狗越来越像人 而人越来越不如狗嘛 话说上级眼镜格拿着枪威胁着小黄 而且口中在不停地谩骂小黄姐 并且还在不断地折磨小黄姐 依然将小黄姐当成她的附属品 看见眼镜格众人的小猛 缓慢走了出来 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放开她 眼镜格众人看见小猛出现后 直接开门见山道 既然你在这里 那代表事情的原委 你应该知道了吧 只要你不管这个闲事 按照约定干掉狼人 报仇一分不差 另外我还能让你和小黄共度粮消 小猛看到眼镜格的作为 不由地感叹道 原来这就是末世啊 狗越来越像人 而人却越来越不如狗 眼镜格听到小猛的回答不由地说道 那真是太可惜了 本来想留你一命的 说着就喊自己的小弟朝着小猛冲了上去 还想把小鱼和颜姬给抢过去 小猛听到这话整个脸都黑了下来 直接开口道 小鱼还有颜姬给我宰掉他们 当眼镜格的这两小弟 快要接近小猛众人时 只听见小鱼和颜姬发出一声呜 这叫声是属于丧尸的专属叫声 眼镜格众人也听出来 小鱼和颜姬是丧尸了 直接转头就跑 狼人看到这一幕也想动手教训眼镜格众人 可是却被小猛拦下了 小猛对着狼人说道 救援犬不该违背自己的天性去伤害别人 交给我们吧 而此时的眼镜格众人像是疯了一般奔跑着 可是他们的速度 怎么可能比得上眼镜变成丧尸的颜姬呢 小黄哥看到颜姬转头起身就跑 可殊不知小鱼在前面直接把他堵死了 小鱼和颜姬同时向小黄哥走去 小黄哥整个人直接崩溃了 随着一道旋风 小黄哥永远地离开了这个末世世界 而颜姬哥的另一个小弟还在拼命地逃跑着 他的下场会是如何呢 你见过可以夺子弹的男主吗 话说上期小黄哥被小鱼和颜姬一个旋风就送离了人间 而另一个家伙正在疯狂地奔跑着 突然他看见前方闪过一个人影 意识到不妙 立马转身跑进附近的房间 咚了一声 快速地把门关上 此刻小宗哥咬牙切齿道 那个姓王的 林香都不给我 百明想跟死我 可是还没来得及继续骂眼镜哥 身后的门就响起敲门的声音 小宗哥听到声音 汗水直接布满整个额头 赶紧捂住直接的嘴巴 生怕再出现一点声音 可是敲门的声音还在继续 小宗哥整个人紧张到只在用余光看着大门 忽然间敲门的声音停了下来 小宗哥心想 走了吗 看来是走了 太好了 我得救了 就在小宗哥放松之际 汗水顺着小宗哥整个身体滴了下来 发出一丝细微的声响 突然一只手直接破门而入 把高度紧张的小宗哥吓得一哆嗦 小宇通过大门链锋向房间里面观察着 眼珠像又一瞥 像是发现什么东西事得 画面太残忍 我替各位看官慎略了 另一边 眼镜哥边拿着枪边跑着 时不时的转身拿着枪朝着小猛射击着 小猛语言机开启了协同作战模式 轻松的就躲过了子弹 经过几次的射击 眼镜哥把手枪里的子弹打光了 毫不犹豫地把手枪直接扔掉 转头就跑 边跑边大声地说着自己禽兽的末世 处施法则 小猛跟着眼镜哥来到房间内 殊不知眼镜哥躲在门后面 正准备拿着武器攻击自己 眼镜哥抓住时机 大声叫唤着 拿着武器就朝着小猛攻击而去 小猛听见声音此时也反应过来了 直接抓住眼镜哥的手臂 朝着眼镜哥的腹部就是一脚 通的一声 眼镜哥直接飞了出去 而等待眼镜哥的结局只有离开着人间 仔细看这个男人被抓住吊着胃丧尸 而女人在旁边被毫无人性的人渣打扑克 这就是漠视的人性 上级小猛把眼镜哥送离了人间 眼镜哥快要去见上帝了 都还在威胁着小猛 自己的大哥是从监狱逃出来的怪物 你是绝对没有胜算的 小猛哪里会怕 直接说到无所谓 照杀 画面一转 在疯子们所在的营地 一个男人被人从屋顶掉下来 与丧尸只有几十厘米的距离 这个男人一直在苦苦哀求着求放骨 可是屋顶的人渣无动于衷 像是很享受男人的哀求声 而这个人渣旁边绑着这个男人的女朋友 想要让这个女生边听着自己男朋友的哀求声 边和自己打扑克 这时这个人渣转头直接一脚踩中女孩的头部 立马解开自己裤子准备打扑克 听着女孩的呼叫声 人渣更加的兴奋起来 伸手就想脱掉女孩的衣服 就在这时 一道刀光闪过 人渣的手飞向了天空 整个楼顶只听见人渣的哀嚎声 随着刀影寻去 原来是小猛众人抵达 小猛直接一脚把人渣劈飞 随着咚的一声 人渣直接从楼顶狠狠地砸向了地面 整个人悄然失去声的气息 而他的同伴也发现了这一幕 循着声音找去 看到小猛站在楼顶 而严姬和小鱼此刻已经跳下楼顶 朝着这群疯子攻去 转眼间小鱼就到一个人渣面前 直接一套将他带走 严姬这边 一个绿毛挥着武器就朝着严姬攻来 严姬直接一个闪躲到绿毛后面 直接一脚让绿毛镶嵌在墙上 而狼人此刻也找到 关押妇女和儿童的房间 同时在外面 这位营地的老大和一个小弟 正在偷摸地观察小猛众人 他也发现除了小猛 其余的都是丧尸 于是准备拿重型武器 对付小鱼和严姬 这个狼人是真的猛 面对装甲车想都没想 就朝着枪口冲了上去 上集说到人渣营地的老大 准备拿重武器对付小猛众人 而此刻的严姬和小鱼 正在疯狂地猎杀 这个营地的成员 殊不知装甲车的枪口 已经对准了他们 只听一连串咚咚咚声响起 逆急的火力朝着严姬和小鱼射去 而严姬和小鱼 凭借自身的速度 灵活地躲过了这一击 可是强大的火力 却让小猛众人 不得不暂时躲避起来 小猛看向狼人说道 坦克 接下来看你的了 狼人听到这话 顿时面露凶色 与此同时装甲车 还在不停地对严姬和小鱼 进行火力扫射 狼人看准时机 直接朝着装甲车飞去 营地小滴也发现了狼人 转动枪口朝着狼人就射去 眼见着子弹 就要与狼人亲密接触 狼人却丝毫不惧怕 选择直接硬钢 原来在行动之前 小猛将系统抽到的 恢复剂交给了狼人 恢复剂注射后 伤口能迅速愈合 此刻狼人的伤口 正在迅速愈合 趁着装甲车枪口调转之际 立马一动到装甲车枪口盲区 小猛看到这一幕 意识到时机到了 大喊到小鱼 严姬进攻 小鱼和严姬听到后 立马跑出掩体 朝着装甲车就快速一动而去 此刻的营地老大 也看到小鱼的出现 转动装甲车 调整枪口就朝着小鱼射去 正在营地小弟 朝着小鱼猛攻势 严姬直接从侧后方 飞向营地小弟 只见蓝绿色的水流四溅开来 顿时没了声的气息 而小猛也没闲着 绕到装甲车车门前 徒手就将车门撕开 营地老大看到小猛是如此的生猛 连忙求饶 小猛怎么可能放过他 假装离开训斥一番 就在营地老大觉得自己能活下来时 猛的回头一击 直接将他送离了这末世 一个女孩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中 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上集说到小猛将匪窝的老大送去见了上帝 在这之后 小猛众人清理掉了那个匪窝 救出了全部被囚禁的人 而从匪窝被救出来的人 将由狼人护送他们 寻找梦迭和老李他们的队伍 随着这件事情的解决 系统提示声响起 任务完成奖励结算 严基企业忠诚度加30 看着企业忠诚度逐渐上升 小猛好奇地说道 要是企业忠诚度达到100%以后 会发生什么好事啊 可是还没等小猛欢喜 系统提示声再次响起 需要偿还积分为413分 这是由于与人扎眼镜戈签订的委托任务 被小猛主动消化 被系统扣除十倍积分 无奈再一次走上打工的道路 于是小猛准备调取小鱼的记忆碎片 开始做任务赚积分 随着小鱼记忆碎片一道光芒闪过 小猛进入到小鱼的生前记忆中 刚映入眼帘的便是小鱼父母 正在陪儿子过生日 画面是格外的温馨 但是小鱼母亲的一句话 打破了这画面 原来小鱼一个人正在忙活着饭菜 可是家里面的弟弟闹着脾气说 不想喝懒可乐 想要喝红可乐 当小鱼正端着饭菜出来时 小鱼的弟弟直接将可乐颇向小鱼 啪的一声 可乐静止地撒在了小鱼的脸上 而小鱼却是沉默不语 像是对这一切已经麻木一般 小鱼的父母不指责弟弟 却让小鱼赶紧收拾干净 去给弟弟买可乐 还继续说道 是你买错东西才惹得你弟弟生气的 是你活该 小鱼并没有反驳 只是淡淡地说道 我知道了 便出门买可乐去了 小鱼从便利店出来 看着手中还剩的票子 思考良久决定为了自己活一次 转身再次进入便利店 在一处漆黑的长椅上 小鱼将一块面包 当作自己的生日蛋糕 第一次过生日的 他开心地像一个小孩子 在这万家灯火的城市里 却没有属于小鱼的灯火 唯一属于小鱼 就是面前微微的灯火 愿这样的父母 这样的家庭少一些 但莫氏与丧尸美女 招大头贴是个什么体验 上集小鲍见到 小鱼生前的凄惨状况后 系统提示为顾小鱼过生日 随即小鲍为小鱼 安排了莫氏大嗨购 莫氏游乐场 以及严吉为小鱼礼发 让小鱼成为 莫氏派遣公司杂志封面 当红美女丧尸 小鲍想将这世间 所有好玩的 有趣的东西 都和小鱼玩一遍 小鲍 小鱼 严吉一起照大头贴 这或许是小鱼 第一次有人陪自己过生日 纵使小鱼现在是丧尸 但依旧能够感受到这份情感 在这末世间 最可怕的不是丧尸 而是人心 画面一转 小猛带着小鱼来到蛋糕店 准备亲自为小鱼做一个蛋糕 可是小猛做个蛋糕 得看书一步步做 而且特别裸里巴缩的 严吉这个暴脾气怎么能忍 企业忠诚度直接减一 小猛再也不敢使唤严吉了 自己动起手来做蛋糕 可就在最后一步烘焙时 小猛插上电源 一首歌声响起 原来是这个店的音响播放的 随着音响声音越来越大 周边的丧尸像是受到召唤一般 风一样似的朝着蛋糕店奔来 眼见进入蛋糕店的丧尸越来越多 小猛赶紧扯掉插头 叫上严吉就朝着丧尸冲了过去 严吉上去就是一脚一个小可爱 拿起做蛋糕用的东西就朝着丧尸扔去 小猛大叫道 姑奶奶 那是做蛋糕的 严吉随后换一样 可是小猛马上说到这个也不能扔 严吉脾气一下子上来了 系统直接提示 员工出现攻击老板意图 已被系统阻拦 小猛苦苦哀求下 严吉才是放弃拿做蛋糕的东西 随后拿着盘子直接一套连招 对面的丧尸像是打气球一样 一个个被打爆 在丧尸被解决后 小猛准备给小鱼一个惊喜 让严吉先带着小鱼来到楼顶 而小猛准备用汽车给小鱼放一场 末世线定板汽车烟花 这个变异丧尸是真的凶 不仅块头巨大 全身还长满骨刺 后背还有火焰 上级小猛给小鱼过完生日一个半月后 小猛来到滨海市新城区 在这街道委托任务 而此刻出现在小猛身后的小鬼就是委托人 和颜是丧尸病毒爆发前小猛和管仲的公司员工 和颜正是由于出来江边寻找到国江的办法 在江边偶遇小猛 两人此刻寻思着回到营地再做打算 来到和颜一行人的临时安全点 和颜的老大不断地用眼神在小猛全身上下打量 随后与小猛交换在江边发现的信息 一个小弟开口说道 自己在江边找到了一艘船 这艘船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就是没有燃料了 约翰此刻心里暗暗说道 你们如果知道前段时间我在百货公司楼下用汽油弄烟花 怕是要把我群殴了吧 和颜的老大故意吹捧小猛的能力 明里暗里想要小猛替他们去寻找到燃料 小猛也不傻 直接挑明说道 我都明白 咱们不要拐弯抹角的 随后小猛与和颜的老大达成协议 在日落之前替他们搞定燃料 小猛不由感叹道 在这末世世界 随着时间变长 人类这种生物越来越让人讨厌了 不久后 小猛众人来到加油站 依旧是小鱼和颜机在前面清场开刀 小猛带着和颜在后面寻找物资 而小鱼也因为忠诚度达到70% 获得第二技能斩机重跑 小猛和和颜则立马进入到加油站中寻找燃料 可是在寻找到的过程中和颜比小猛还啰嗦 小猛终于体会到当初燕机的感觉了 随后小猛支开和颜 喊和颜去检查门口车辆的邮箱 和颜准备爬上去检查邮箱时 彻底一只丧尸伸手朝着和颜脚腕抓去 随后一个面目猙獰的丧尸出现在和颜面前 和颜直接被吓得连退束部 眼看着就要掉下去时 小猛飞身跑过来抓住了和颜 和颜不过安慰大声说道 曹哥 车底有一个大家伙丧尸 和颜声音刚刚落下 一个变异丧尸从车底飞出 只见他不仅快头巨大 全身还长满骨刺 后背还有火焰 但默示被路人 同事 乃至最好的朋友欺骗 是一个怎样的感觉 上级小猛众人拼命地往码头赶 可是谁曾想游轮已经驶离码头 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码头 小猛看着这一切 突然整个脸阴沉下来 随后开口说道 小鱼 颜机 执行C战术 小猛负责吸引变异丧尸注意力 而颜机负责远程攻击 小鱼负责与变异丧尸近身肉搏 只见小猛找准时机 挥着武器就朝着变异丧尸就是一击 这一击混杂着对路人 同事 朋友欺骗的愤怒 以及对这漠视人性的悲态 而这一击也直接将变异丧尸带离了这漠视 小猛看着眼前变异丧尸的残留物 淡淡地说道 真的是 有点厌倦了 可还没等小猛多想 身后传来呼啦啦的声音 只见一群人疯狂地朝着码头奔来 而他们身后还有一堆丧尸跟着 此刻他们不停地向小猛求救 可是小猛受尽这世间的欺骗 对于人类已经没有信任了 听见他们的求救 小猛此刻选择了忽视 嘴里不断地在默念着 我不想成为西西福斯 希腊神话里 西西福斯被惩罚把一块石头推向山顶 但石头总会在到达山顶前掉下来 于是西西福斯只能从头来过 一次又一次 永无止境 最后小猛还是救下了这群人 尽管自我怀疑说道 这一切有意义吗 但还是吩咐小鱼和炎姬清理丧尸 救下这些呼救的人 突然间小猛顿悟了 当人拥有了超越常人的力量 权力 财富 会觉得自己是高于其他生命的 便不再有同理心 自己刚刚的所作所为 差点就变成自己所增悟的馆重了 小猛依旧希望在这个末世世界 能够作为一个人活着 仔细看小猛在前面跟便一丧事拼命 而后边拿到燃料的众人 开着游艇就准备开跑 上集说道 小猛众人寻找燃料遇见便一丧尸 这时便一丧尸挥着拳头就朝着小鱼攻去 只见小鱼一个闪躲 就躲过了便一丧尸的攻击 但是便一丧尸攻击产生的能量波 直接朝着加油站轰击而去 小猛眼见加油站即将爆炸 立马抱住和炎向加油站外扑去 与此同时一声爆炸声响起 烟尘散去小猛和和炎都完好无损 看着眼前的便一丧尸 小猛淡然地对着和炎说道 你先走吧 和炎 和炎正打算说些什么事 小猛继续说道 放心吧 我没事 你待在这里我反而会分心 和炎听到小猛都这样说了 带着燃料转头就离开了 离开时还对小猛说道 小猛哥 我等你回来 小猛听到这句话 自我疑惑地默念着 等我吗 随后直接起身飞向便一丧尸 小猛 小鱼 炎击从三个不同的方向朝着便一丧尸攻击而去 而便一丧尸轻松地就拿捏了他们三个的攻击 小猛看到便一丧尸轻松地防住他们的攻击 不免大惊失色 突然便一丧尸面部争鸣 轰的一声直接从便一丧尸身后爆炸开来 直接将小猛众人击退 此刻只见便一丧尸后背熊熊火焰燃起 直勾勾地看向小猛 在另一边 和炎成功地将燃料带到游艇 并已经做好所有准备工作 和炎开心地向自己的老大说道 下面只等小猛哥击杀那些便一丧尸就可以出发了 然而老大听到便一丧尸时 满脸惊恐 直接下令立马开船驶离 可对面的小猛众人此刻却在便一丧尸的追击之下 疯狂地朝着码头赶去 可当小猛来到码头时 只见到游轮已经驶离 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码头 小猛像是已经知道现在的结局一般 只是淡淡说道 果然开走了呀 如果你曾经形影不离的哥们 现在反目成仇变成仇人 再次见面时会怎么办 上级和炎带着众人想要进入营地 却被守卫阻拦下来 这时小猛赶到大声说道 先开门让他们进去 有多少丧尸我给你杀多少 守卫以为小猛在吹牛 便说道那你倒是赶紧干掉那些丧尸啊 清理完丧尸 我就放你们进来 小猛随即眼神一狠 与炎姬开启协同模式 并且扔给炎姬一绳子 准备运用鸡龙战术 只见炎姬的拿着绳子 像是穿堂葫芦一般 将边缘丧尸一个个用绳子串联起来 随着炎姬和小猛的动作逐渐完成 一群丧尸已经被小猛和炎姬包了饺子 小猛剑已经将丧尸会困在一团 立马大叫小鱼轮到你了 小鱼直接冲天而起 随后施展斩棘重炮技能 一股超强的能量波朝着丧尸吸去 丧尸都还没反应过来时 脑袋已经搬了架 但是尽管这群丧尸被解决掉 后面依旧有源源不断的丧尸奔袭而来 小猛立马摆出战斗姿势 突然一个变异丧尸直接从小猛头顶飞过 朝着冲上来的丧尸就袭去 小猛看到这一幕 也是一脸蒙圈 可还没等小猛反应过来 三个穿着防护服的人出现在小猛面前 小猛赶紧上前打招呼问道 你就是营地的首领吧 刚才多谢你了 首领缓慢摘下头盔 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小猛眼前 高二打架时遇见的 两人当时在高中扬善除恶 专门打那些平日里欺负同学的人 因此两人在高中成为了 形影不离的哥们 之后还考进了同一所大学 并且两人在大学毕业后一同创业 可是创业成功之后 管仲将小猛赶出公司 一个人将公司占为己有 如果曾经抛弃过你的哥们 现在悔悟来跟你道歉 你会原谅他吗 上级小猛遇见馆重后 管仲便邀请小猛众人进到基地 但此刻小猛脑子浮现出管仲当初 抛弃自己的样子 似乎管仲已经成为了小猛的心魔 在小猛眼中无论管虫说什么都是谎言 于是小猛准备带小鱼和炎姬离开这个地方 可还没等小猛走出大门 一阵系统提示声响起 留在营地 等待触发任务 该任务不可拒绝 否则宿主将在30秒内肌肉溶解而亡 小猛听到这系统提示声 满脸蒙圈 心想这系统到底是在帮我还是在玩我 但小猛此时别无选择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随后便跟随管虫来到实验室 小猛看着快要变成丧尸的人 贝坎博士用疫苗直接注射后 由原先的丧尸肤色逐渐变成人类肤色 看到这一幕的小猛不免一惊 心想难道人类有救了 这就是系统让我留下的原因吗 小猛此刻也暗暗确定系统让自己留下的事情 事与疫苗有关 这时管虫来找小猛 诉说着当时对小猛所做的事情感到抱歉 以前的自己被金钱和权力蒙蔽了双眼 但是现在的自己发现那些东西毫无意义 并且深刻意识到曾经的自己是多么的混蛋 但是小猛依旧不为所动 直接挑明别装了 你到底什么目的 原来管虫想要小猛帮自己去疾控中心 取回坎博士的研究资料 管虫说完见小猛还是不为所动 便直接行了一个大礼 我这样做事想要制造出疫苗 结束这场噩梦 小猛看着管虫的行为说道 你这太假了 见小猛还不答应 管虫继续游说小猛 经过漫长的思想斗争 加上系统强行让他留下来的猜测 最终答应帮助管虫取回资料 仔细看这个丧尸正在融合其他丧尸 变成三头六手的便衣丧尸 上集说到小猛经过再三思考 答应帮管虫去寻找资料 第二天 有管虫所带的便衣丧尸在前面开刀 小猛众人则紧随其后 一路上很顺利没有什么变目 众人很快就抵达了疾控中心 随后管虫交代需要的文件放在实验楼四层 但仅仅在一楼就有很多丧尸 众人商量着前往四楼的路线 秉承着不尽量动手原则 众人终于找到了一条前往四楼的路线 在前往四楼的路上 管虫跟小猛科普着丧尸的类型 以及丧尸的进化机制 便衣丧尸一般分为强化型丧尸和融合型丧尸 融合型实力浮动比较大 有的实力比较弱 有的实力比较强 但无论是哪种丧尸 它们的弱点都是紫外线和大脑 随着管虫的讲解结束 众人来到三楼 打开大门里面站满了丧尸 而这也是通往四楼的唯一道路 众人准备小心翼翼地穿越三楼 可没曾想一个营地守卫 由于太过紧张 在一个转身过程中 枪口直接碰到窗口 发出砰的一声 整层楼的丧尸仿佛像是受到召唤一般 朝着众人就奔袭而来 只见小猛迅速扔给严姬一个闹铃 让严姬带着闹铃朝着相反方向跑去 众人则趁机迅速地来到四楼 小猛果断地带着和颜进入资料室寻找到资料 在小猛和和颜的努力下 终于将所需资料找到 正当小猛和和颜开心地向管虫众人述说着 资料已经全部找齐时 四楼地面突然塌陷 和颜和小猛众人都掉了下去 小猛不断地在掉落中的石块稳住身形 随后平稳地到达了地面并见到了严姬 而此刻严姬眼神凶狠地看着前面 只见一个众多人形丧尸正在融合 随着一个耀眼的光芒闪烁 一个长着三头六手的变异丧尸出现在小猛眼前 大家说说 缺压的不是哪吒吗 仔细看这个三头三手的变异丧尸身体被轰出一个大洞都还能恢复 上级小猛众人遇见像哪吒一般的变异丧尸 此刻管仲直接叫所控制的变异丧尸朝着三头怪攻击而去 可是这两个丧尸瞬间就被拿捏了 砰的一声 直接被三头怪捏爆 小猛见状赶紧开启协同模式 并叫小鱼上前攻击 可是这三头怪像是有灵芝一般直接绕开小 静止朝着小猛袭来 幸好小猛开启协同模式 一个闪躲才是躲过这一击 可是这三头怪不一不饶 继续朝着小猛攻击而来 这时研击果断出手 直接废掉这三头怪一只手臂 研击乘胜追击继续朝着三头怪手臂输出 而小鱼也不甘示弱朝着三头怪的肚子就是一个轰击 但很快三头怪就恢复了伤势 小猛看到三头怪的恢复速度 心想必须一击就打出难以恢复的强度 才可以击败它 于是小猛大叫道 顾小鱼技能开启 同时启动狂暴战神和斩击中炮 只见此刻的小鱼全身红光乍现 朝着冲过来的三头怪就是一套输出 三头怪身体瞬间被轰击出一个大洞 但威力还是不够 三头怪正在迅速恢复 小鱼健壮准备继续启动技能攻击 但是这次是小鱼强行进行的 尽管这一击将三头怪抹杀 小鱼也因为这一击直接造成重伤昏迷不醒 而此刻的疾控中心大楼也因为这一击 整栋楼层在塌陷 小猛立马抱着小鱼朝门口飞奔而去 掉落下来的石块不断砸中小猛 在快要接近出门口的一瞬间 小猛昏迷了过去 画面一转 小猛醒来已经在淫地了 而何妍告知小猛此时已经是两天后了 当何妍走后 小猛赶紧起身打开系统查看小鱼企业忠诚度已达99% 决定抽奖拿到小鱼的记忆碎片 体验一下忠诚度100%的员工是怎样的 仔细看这丧尸是由11个人组成的 并且以守为口 上集说到小猛抽到小鱼的记忆碎片 准备一探究竟 于是小猛进入到小鱼生前的记忆中 此刻出现在小猛眼前的 是自己在丧尸病毒爆发前在公司的演讲 小猛看着眼前这一幕整个人直接呆之主 心想难道小鱼当时在我的公司里 而小鱼此刻正在一个角落观看着小猛的演讲 小猛显然对小鱼一点印象都没有 原来小鱼生前是小猛公司跑行政的新人 小猛由于当时一直在外面跑 所以并没有很深刻的印象 经过小鱼的这段记忆 小猛深刻的自我怀疑 难道真的是自己一孤行把米都投进了项目 才导致资金周转不过来吗 而管众当初那么坦然的自保 抛弃我 骂我废物 都是我自找的吗 当小猛还在深深自责时 系统提示声响起 前往公司 向曾经的员工致以歉意 此过程将会全程赋予宿主员工的痛苦 请宿主尽快前往 小猛不敢耽搁 向严姬交代事情之后 便火速前往公司 来到众猛云科技公司 小猛几乎快把公司走了一个遍 连之前员工的尸体都没找到 于是来到总经理办公室 想将之前的员工名单打印出来 用他们的照片安葬 可小猛在电脑里发现了惊天秘密 原来小猛之前做的项目 都是管众针对自己的陷阱 在小猛生前记忆中看到的画面 都是建立在谎言上的片面事实 得知这一切的小猛心如死灰 可还没等小猛继续思考 外面出现一个奇形怪状的丧尸 小猛看到丧尸身上挂的公牌 整个人直接疯掉 脑子不断弹出当初项目组员工所说的话 直到小猛拿出当初项目组员工所录制 鼓励小猛的视频 小猛才是逐渐恢复理智 决定一个人去面对这一切 当丧尸病毒爆发 人类不再是食物链顶端 你会选择改造丧尸病毒成为不仁不类的强者 还是继续选择人类这个身份 上集小猛决定独自面对曾经变成丧尸的员工 刚刚出来关好门 这变异丧尸就朝着小猛冲了上来 小猛见状 果断挥着武器朝着变异丧尸冲了上去 只见小猛瞬间将变异丧尸切成两边 变异丧尸毫无反抗之力 紧接着按照变异丧尸身上所挂的弓牌将变异丧尸切成若干粪 一边攻击一边回想着曾经的点点滴滴 直到将变异丧尸成无数块状物 小猛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只有无尽的愧疚和对不起 他们都是因为自己才是被管众所针对 而他们不仅原谅了自己 还鼓励自己 正是由于他们 小猛才是能真正置之死地而后生 几个小时后 小猛将众人的弓牌做了一个衣冠种 准备带着所有人的期望 和管众了解这一切 与此同时 在另一边和颜隐约感觉到 营地有些不对劲 便偷偷跟踪管众和坎博士 和颜见管众和坎博士离开 于是迅速地潜入实验室 正想寻找坎博士的办公室时 直接与夏月博士撞面 和颜二话不说 右手直接摁住夏月博士 左手直接拿起武器朝着夏月博士就是一刀 但这一刀却被夏月博士用手给挡了下来 夏月博士赶紧认怂说道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带你去 我绝对不能死在这里 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去做 随后在夏月博士的带领之下 和颜来到坎博士的办公室 和颜立马在坎博士办公室进行搜寻 在这期间夏月博士还在极力朝和颜劝说道 坎博士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研究之类的话 但很快就被和颜翻到的内存卡打脸了 里面储藏着管众和坎博士利用营地成员 进行变异丧失研究的视频 夏月博士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勃然大怒直接问候管众和坎博士一家人 但夏月博士很快就恢复理智了 立马准备将这里的数据都销毁掉 正当夏月博士和和颜紧张有序地销毁所有实验数据时 一阵急促地敲门声响起 你敢相信 这么强大彪悍的变异丧失 是注射人类自己改良的丧失病毒变异而来的吗 上级一阵敲门声响起 打乱了和颜和夏月博士的销毁计划 坎博士和管众眼见房门打不开 果断准备破门而入 而此刻和颜在抵挡坎博士和管众的冲击 夏月博士则在销毁程序 但坎博士和管众撞门的攻势越来越猛 只听框的一声 和颜连门被一起撞飞 与此同时夏月博士也启动了销毁程序 破门而入的坎博士看见自己的研究成果被销毁 立马朝着研究成果冲了上去 可奈何这一些都晚了 于是坎博士将自己的怒火发泄在夏月博士身上 可就在这时 管众出现在坎博士身后 将一剂超级疫苗注射进坎博士身体里 坎博士瞬间跳起来大骂管众 管众阴沉地说道 我觉得这个改进的超级疫苗 还是适合用你的身体来保存 何颜见情况不妙赶忙扔出一枚烟雾弹 在烟雾弹的掩护之下 带着夏月博士逃出实验室 可坎博士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直接被管众拿着手枪一阵秃吐吐 随后离去 办公室里只剩下坎博士一人 竟带着变异成为丧尸 画面一转 何颜和夏月博士在实验室外 碰见守卫小许 小许怒斥着何颜和夏月博士 在实验室做了什么 不肯让他们离开 何颜眼见劝说小许不行 准备将小许带离这末世 就在何颜准备动手时 一阵呼啸声从何颜上空响起 只见一个巨大的 酷似猿猴的变异丧尸 从空中直击地面 营地众人看到这变异丧尸 结实一愣 但很快就有人反应过来 开始朝着这变异丧尸火力输出 可终究这个是注射过 改良丧尸病毒的坎博士 无惧子弹 附近的人群立马成为坎博士的食物 只能纷纷逃跑 在另一边 颜击拖着武器一步步靠近坎博士 面对强大于自己数倍的坎博士 颜击能否战胜坎博士呢 假如你受到如此高大的变异丧尸一击 你会不会变成肉饼 上集说到颜击与坎博士的战斗一触即发 但颜击只和坎博士交手片刻便败下阵来 而此刻和颜也刚好赶到 和颜本来是准备拿丧尸病毒抗体 给颜击对付坎博士的 但此刻抗体事迹被撞飞出去 坎博士也到了两人跟前 情况十分紧急 满满的求生欲从和颜脑中浮出 和颜望着丧尸病毒抗体事迹 该如何做出抉择 是该逃跑还是牺牲自己选择抗体事迹 和颜这时想到了小猛 如果是小猛哥他会做出如何选择 想到着 和颜一咬牙 心想拼了 朝着抗体事迹就冲了过去 但此刻的坎博士也动手了 朝着和颜跳起来就是一锤 幸好颜击及时拿到事迹并推开和颜 只见坎博士的攻击落空 颜击二话不说直接打开事迹 飞身跳起 先朝着坎博士射出一柱能量波 紧接着制出抗体事迹 在颜击的这波操作之下 抗体事迹直接打碎坎博士的牙齿 进入到坎博士的嘴 此刻的坎博士受到抗体的影响 全身上下迅速长满绿色气泡 随后轰的一声直接倒下 和颜看到这一幕以为坎博士已经归去 准备喊颜击一起转身离去 可是就在刚刚走动离开时 一只巨手直接朝着和颜抓去 和颜也是感应到了威胁 一个闪跳躲开了这击 放眼看去 坎博士此刻正在迅速恢复身体 而刚刚被抗体损毁的半张脸上长满了眼睛 颜击见状直接拿出武器 摆出攻击状态 坎博士也不耸朝着颜击就冲了上去 直接朝着颜击狠狠一拍 而颜击利用身体灵活性和速度优势 穿过坎博士胯下躲过了这击 随后一个旋转摆正身体 朝着坎博士轰出一柱能量波 直接将坎博士右腿轰出一个大洞 紧接着迅速腾空而起 从上而下发出一柱能量波 但似乎对坎博士毫无影响 无论造成多大伤害 坎博士都能迅速恢复 颜击眼见自己的攻击毫无作用 决定利用速度优势 从四面八方攻击坎博士 可坎博士依旧没有损伤 而且还抓住颜击漏洞 一脚踢中颜击 只见此刻的颜击腾空在空中 坎博士直接一跃而起 灰灼重拳就朝颜击砸去 整个空中听见框的一声 颜击与地面直接来了个亲密接触 整个地面竟以颜击为中心裂开而来 继续